這次先帶您來看 揮達年會盛大的登場 執行長黃仁勳 親自發表殺手級的AI晶片 這款晶片採用的是台積電4奈米 性能是前一代的30倍 耗能也降低了25倍 黃仁勳在演說當中提到 生成AI是新一代的工業革命 展望中甚至以台灣地圖為例 所未來AI還可以預測極端氣候 很大很大的GPU到底長怎樣 在被視為是科技趨勢風向球的 回答GTC年會上 黃仁勳親自發表了 下一代的殺手級AI晶片架構 GPU Blackwell 手中的Blackwell踩台積電4奈米 性能可以達到前一代GPU Hopper的30倍之多 黃仁勳系數Blackwell的強大推論模型性能 僅扣一個關鍵字 就是生成式AI 高效的晶片運算是為了支撐生成式AI的發展不設限 那現在AI在各個領域到底能用到什麼程度 回答的前導影片先給了答案 從協助盲人的智慧穿戴到自動駕駛 NVIDIA大秀生成式AI成果還包含這一項 用AI看天氣 還讓全部人看見台灣 用Cordiff 像Chanthu 可以從25km到2km的規定 以1000倍速度 和3000倍速度 以通常的天氣模式 回答展示的就是與台灣中央氣象署 合作的Earth2 氣候數位軟生與平台 以散述颱風侵臺為例 證明Earth2可以看得更近 更快還更節能 另外還有這一大亮點 能夠聽得懂指令動作和回應 和機器人共存的未來或許不是夢 NVIDIA推出的Project Group 就是讓機器人學習理解自然語言 透過觀察人類動作就可以學會一些基本的行動 讓機器人就像我們的生活管家 而這一批機器人大軍還跟著黃仁勳一起亮相 回答在發展AI機器人上不止如此 還推出了機器人專用的AI大腦 傑森索爾 探頭探腦的自己走上台 這兩個小機器人就是黃仁勳的特別來賓 感覺起來就像聽得懂人話 而它們就是由Jason Thurl來驅動的 而這樣的機器人不光是萌 在生活和產業上都大有可為 像是有能在倉儲物流使用的搬運機器人 或是能在生產線上的機器手臂 都比以往更精準流暢 另外還跨進了生技界 能夠用AI快速掃描蛋白質結構 過去新要研發動輒5到10年 有AI協助可能縮短到只要一年 生成是AI的未來是不涉獻 但是歸達在GTC年會上面展現的是硬體晶片到軟體開發大通胞 持續在AI引領趨勢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這次要告訴您真的不是只有讀書高 台灣近年來面臨人才大缺功產學鍛鍊 技職教育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而在少子化的趨勢之下 其實技職人才版圖正在縮減當中 不少私立科大占退場的邊緣 加上技職體系跟普通大學相比 資源也分配不均 專家就表示了技職人才在國家發展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當前應該逐年的縮短跟高校資源的分配差距 這是已經處理加工完的矽晶片 接下來我們會做第一光組的動作 學習最基本的半導體圍影製程 透過實務操作 讓同學快速了解 進入狀況 這些圍影製程都已經自動化了 但是也是因為太過於自動化 學生可能不容易了解它的原理 所以我們在這邊是透過這些 原來的基本的基本操作 讓同學知道 原來他們所做的材料的基本原理 是由這些原理所製作出來的 龍華科技大學近年來 是添購不少科技業先進設備 像是在校內就打造了半導體教學場日 讓學生能一步步把一個IC機體電路做出來 畢業後就能進入相關企業工作 做中學學中做 龍華科大培訓學生的實務技能 畢業後成為極佔力 能直接進入半導體產業 吸引不少科技大廠在學生畢業前就來搶人 實習薪資三萬八起跳 若加上加班費上砍六萬元 其實每年這個大概在現在三月多的時候 我們都有舉辦廠商的這個真材說明會 那去年我們同學有蠻多同學去到台積電 日月光 國內很有名的半導體公司 還有南亞科等等 那對於有興趣往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同學 我們是可以提供很多教學的設備 然後跟時速 課程時速讓他們來休息 那他們可以畢業之前就可以學到相關的技術 在大缺工時代不可否認 技職教育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護國神山台積電就有七成的員工是來自技職體系 技專招策會執行長李嘉宏表示 技職教育理論與實務並重 技專院校的學生競爭力不雅於大學生 高中他可能強調的就是這個學科 這個理論的一個深度 那他們是等於說這些學生到一般大學畢業以後 到產業裡面他可能還要一段時間來培養 他這些針對這個環境的一個了解的一些知識 現在產業的改變非常的迅速 那產品的整個生產週期也會變得很短 所以這部分誰能夠快速地反映業界的需求 快速地能夠做出新的產品 這就變成未來的一個主要的一個想法 不過少子化趨勢下 技職人才版圖正在縮減當中 不少私立科大已經正在退場邊緣 而且技職體系與普通大學相比資源也分配不均 以教育部一百一十一學年度高教生根計畫為例 七十所普通大學分配到一百五十九點六億元預算 但七十九所技專院校僅有八十八點八五億元 技職人才在國家發展扮演重要角色 當前因逐年縮短高教與技職教育資源的分配差距 整體的技職教育投入的資源經費 還是遠少於一般大學 所以最近這幾年來 它事實上在資源的投入有大幅的提升 而下一步特別針對這個所謂的 我們的類產線人才培育的基地 投注到各個科技大學 建構了相當多的類產線的一個場域 那在科技大學學校裡面就建置這樣的場域 讓學生老師就瞭解原來業界就在玩這一套 那學生在學校上課的期間 透過學校跟業界共共構這些課程 讓學生在學校裡面就學習到業界需要的技能 在大缺工及專業分工的時代 技職教育有它的價值及存在的必要性 技職復興是現在進行事 人才永續需要政府與教育界共同努力 TVBS新聞 楊青坡 劉彥宣 桃園採訪報導 這是國際焦點來關注的是 俄羅斯總統普京高票勝選之後 在莫斯科紅場舉行慶祝大會 不過在普京歡慶之際 前線俄軍卻遭到烏克蘭部隊的突襲 還奪走炮彈 烏克蘭第三突擊旅在盾內刺客 強攻俄軍陣地 打到俄軍差點招架不中 藏在各地的炮彈方位 也被烏克蘭部隊破解 強行奪走 深夜兩點接獲出兵指令 等太陽升起後 一支烏克蘭部隊在槍林彈雨中 洒出重圍 我們必須侵犯這個房子 烏克蘭第三突擊旅在 對內刺客克拉斯諾格福卡村 強攻俄軍陣地 炸毀俄軍藏匿的建築後 烏軍在快步躲進另一棟房屋內 派出五輪機偵查其餘敵軍的藏匿位置 這時 烏軍又攔截到敵陣營的無線電通話 後來發現俄羅斯指揮官下的指令 根本沒有給予任何有用資訊 只說不要讓五兵靠近 只是俄羅斯指揮官再怎麼想鼓勵軍隊 繼續打下去也沒有用 第三突擊旅士兵一棟接著一棟房屋 傾繳俄軍失利 儘管如此 烏克蘭依舊嚴重缺彈 只好搶奪俄國的炮彈 這機器 把俄羅斯國防部提供彈藥的地圖 不小心被代號 MAD MAX的烏冰掌握到 他在烏冬各處包括沼澤 水井或雪地裡 陸續找到俄軍藏匿的炮彈 如果是亞彈 MAD MAX就將彈藥拆解 取出裡面的一顆顆小炸彈 撞到無人機上再用來回攻敵人 基輔軍隊雖然懂得變通 但仍然急需西方的彈藥支援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格萊姆 到訪基輔再度表達挺無立場 但同時也摸摸頭暗示 澤羅斯基也得考慮美國的立場 而在邊境的另一端 俄羅斯總統普勤 針對邊境城市貝爾戈羅德州 近期連續遭烏克蘭跨境攻擊 說了這番話 這項在烏克蘭建立緩衝區的計畫 就是為了防止烏軍用長程武器攻打 俄國境內 這當然讓烏克蘭人起得跳腳 他依舊在莫斯科紅唱上 大肆慶祝自己高票兩任 以及併吞克里米亞十周年 10年前莫斯科在這強行舉辦公投 以97%贊成票為由出兵併吞克里米亞 這在西方夜裡撤投這位是非法侵占 十年後普清慎學後高喊克里米亞會和俄羅斯一起攜手並進 烏克蘭只能想辦法加大對克里米亞半島的攻擊 目標是奪回石土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另外一個戰場再來看 位在加薩北部的西法醫院 再度成為激戰熱區 因為哈馬斯士兵再度把這座醫院當成據點 以色列右派重兵把醫院團團的包圍 新一波行動至少擊斃了二十名槍手 另外美國總統拜登親自致電 娜潭雅胡勸阻他進攻拉法 還警告他真的不要駐下大錯 巨大爆炸聲向撤雲霄 加薩北部的西法醫院再度淪為戰場 附近民眾用手機拍下密集交火 卻沒想到戰鬥聲一路打到天亮 民眾整晚睡不著也不敢外出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 畫面中央的白色建築就是西法醫院 一旁道路還有坦克車將醫院團團包圍 除了民眾手機直擊 以色列也公布近距離戰鬥片 這次直接出動特種部隊強勢挺進醫院內尋找哈馬斯 現場又搜出保險箱和印有哈馬斯圖騰的信封 裏頭原來是莊者要給成員的獎勵金 不過西法醫院其實去年就曾被乙君攻佔搜索 卻沒想到幾個月後又有哈馬斯溜回來以為乙君把注意轉往南部 通監醫院又出現哈馬斯從內部發射武器 乙君下令進攻最後共擊斃20人和逮捕200多名可疑成員 不過乙君自己也有一人死亡 西法醫院重燃戰火代表附近的居民又得開始逃難 這些搭上旅車或汽車的人又要逃往南邊 做人表情茫然根本看不見未來 還有婦女在瓦莉堆中尖叫大喊 原來是身旁的丈夫受到波及需要送醫 其餘沒有受傷的還得拼死拼活找東西吃 北部加薩城的救濟倉庫外天天人滿為患 只為了領取麵粉 聯合國表示加薩二分之一的人口陷入災難性飢餓 估計五月就會爆發饑荒 只怕慘況還會在以色列真的進攻拉法後快速惡化 中一美國總統拜登又緊急致電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虎勸說 希望他再想一想不要犯錯 不過以色列堅信這是施壓哈馬斯放人的最佳方式 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首長等代表目前也在卡達 就停火六週換釋放四十名人治的方案 與哈馬斯談判 但哈馬斯希望換回五百到一千人的巴勒斯坦囚犯 隨著以哈談判重新登場 大陸派出的大使王克簡也現身卡達 會見哈馬斯政治局主席哈尼亞 這些哈馬斯高官長期躲在國外享受奢華 和加薩民眾目前的處境形成強烈對比 點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